嘿,臭宝的茶花养的又要嘎了,寄给咱了 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茶花的一个救治 以及一个基础的养护 视频可能有点长啊,臭宝 没事的,臭宝呢,点个关注收藏啥的 有空了再来看 好了,先拆箱 这个还挺好的呀,为什么就寄过来了呀 这个长得还挺好的,我怎么就寄过来了 没什么毛病啊,叶子也没问题啊 总体都挺好啊 这个东西无所谓的,你找个剪刀 刚才老刘也说,你看这个叶子 这下边的这个叶子 管在下边干什么,剪了就行了呗 对吧 这个东西呢,在我们 这个行业里面呢,叫内塘 其实这种内塘汁没用的,剪掉就行了 然后它这个呢,已经掉了不少花苞了 总体来说挺好的 没什么需要大洞干戈的 如果说你真的非得让我给你整治整治的话 我就给你剪剪了 稍微剪剪 这过分枝条 这个枝条上面有花苞啊 感觉要,就没必要再剪了 这没其他的 怎么就寄过来的 换了盆,换的也不大 这个土用的也凑过事吧 但是用这个泥土就不建议了 花苞还是略小了一点,这个泥土不建议 这个泥土你可以掺一些沙子啊 这个土是蛮好 但是盆栽的话 对茶花来说不太适合 可以掺一些沙子 就建筑工程上那种沙子一比一 搅换均匀了 给它弄,会更好一些 或者用纯沙子 所以这一比一的话会好很多 加土 种盆啊 找个大一号的花盆就行了 不用太大 它这个没什么问题啊 弄好了差不多就给它往回寄了 那有条件的处宝呢 你可以买一包这种土 这个土的话 是目前来说 园艺行业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土了 就用进口的纯泥炭 给大家掺拌的 买回去以后什么花都可以呀 也是老花鱼卖了好多年的土了 加土啊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换盆不要太大 盆子一定要排水透气 有的话说我看你埋的挺深的 我这样往上一提 你看到了吗 往上一提 看到没就行了 把边上给它稍微塞磁磁一点 好多花鱼说塞多磁磁 稍微磁磁一点 不是说你叮当的塞的特别磁磁 很多的花鱼就是恨不得拿大锤去敲 那就不理智了 花鱼一定要盖它 蹲一下 埋的时候尽量的跟原来的土平面吃平 别的没什么了 它这个很健康啊 什么都不需要 就是它可能换盆的时候这个土用的不太合适 感觉呢 掉了花苞啊或者说黑了尖之类的 主要还是在这个土上 你看 它很硬 它不透气 明白吗 差点沙子就好很多了 别的没沙了正常养护就行了 沙也不用 就正常养护 该给光照的给光照 它喜欢空气湿度率要高一点 别的没什么 给它寄回去吧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吃吧 嗨 嘿嘿 嘿嘿 鑫 鑫